大家好,这里是广东大布县百猴镇,是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百猴镇始建于宋代,原名白猴,指的是用白色石头堆成的蹲台,过去用来报警用的 明代白猴下辖三社,包括白猴社,西南社,西北社,其中西南西北就是现在的猴南村和猴北村 清康熙年间,晋士杨之徐建议,取谐音改为百猴,希望村民能拜向封猴 明清两代,百猴总共出了五位汉林,二十四位晋士和一百三十四名举人 现在中叶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土地缺乏,百猴人开始大批出外谋生 全龙嘉庆年间,先是集中在潮州苏行等地 道光以后则集中在上海和汕头 到了二十世纪初,大批开始下南洋经商 足迹遍布印尼,新加坡,马兰西亚,越南等地 据一九二九年统计,百猴共有一万四千多人 外出谋生者多达四千余人 现在镇上很多中西河壁的宅院,都是当地商人发迹后回乡建起来的 具有非常明显的南洋风格 百猴镇现在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一百二十多座 其中一半以上位于猴南村 以通义大夫帝和赵庆堂为代表 通义大夫帝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 也就是一七七三年 为时任陕西岸茶室杨篆旭所建 建筑作北朝南,是一座三进四横的院落 占地面积三千五百平方米 共有七十个房间,九个清堂和十八个天井 赵庆堂建于一九一七年,是一座中西河壁式建筑 中式建筑作东朝西,两进二横 占地面积三千二百平米 旁边的附属建筑是西式风格 作北朝南,外墙采用灰塑浮雕 素有动物花鸟等图案 楼顶有一圆形的石中型雕塑 启南轩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原本是百侯晋式杨之徐的书斋 民国时期重建 新建筑由一座堂屋和一座西式洋楼组成 小洋楼是外围通廊 远拱造型的开放式格局 墙体上用浮雕雕刻着重鱼刮骨等图案 楼前边有庭院、水塘、小桥和古井 很有传统意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百侯镇的传统院落 百侯镇的传统院落大都是九厅十八景格局 多为宗室祠堂 为历代官僚旺族所建 子孙后代聚居集中 世代相传 比较著名的有中义代布地 生草小柱 太史地 海园楼 鸳鸯祠 祭祀堂等等 围绕这些院子还形成了 人字像 十字像 安下像 窦方像 观音像等小像 合称为百侯三十六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